上個月 STEAM 的熱門銷售榜單中 有一款叫太無匯卷的獨立遊戲赫然在烈 這款以武俠為題材 畫面異常陽春 就連系統和玩法看起來都非常老派的作品 在僅有簡體中文語系 而且重強環似的情況下 目前累積的銷售量已經突破了 50 萬套 最高上限人數也達到 6 萬人 究竟這款僅由武人研發的武俠沙盒 RPG 有什麼過人的條件能夠讓他一夕爆紅呢 由羅昭工作室所研發的太無匯卷 玩家將扮演傳奇英雄太無一族的傳人 對抗自古以來的邪魔相書 玩家可以自由設定人物的性別、背景 學習各種門派的武學 與不同的 NPC 建立關係收為同道 並建立專屬於自己的太無村來強化戰力 身為一款沙盒遊戲 太無匯卷中玩家的動作 當然會對遊戲世界造成影響 玩家可以用數種方式影響 NPC 的好感度 改變地區的治安 決定一個門派的新王衰弱 或是與其他 NPC 生兒育女 玩家的所作所為和角色設定 都會對整個武林造成或多或少的影響 但最有趣的是除此之外 就連玩家間接影響 或甚至根本與你無關的部分也會產生變化 每結束一個時節 也就是遊戲中的一回合 遊戲世界就會對應各種要素而跟著改變 除了春風或是大寒等單純的天氣變化 就連 NPC 也會隨著時間自然地生老病死 或是與其他人建立關係 可能這個月某位素不相識的女性 NPC 因為她的戀人迷戀你 而開始對玩家懷恨在心 下個月某個門派的掌門因故此事 由她六歲的親女兒接任 又或是原本致死不渝的老公 背著玩家在外面生了一個私生子 男生女巷的男性主角 在加入一眾女泥的峨眉派後 自己開啟了後宮 這些玲瓏滿目令人瞬目結舌的環境變化 讓遊戲的殺和樂趣 躍升到了一個尋常遊戲難以氣急的境界 而且這些 NPC 的故事 都還有確實的文字記錄 讓你能夠一覽這些角色波瀾壯闊的生平 就像是在閱讀一部《風迴路轉》的武俠小說一樣 這樣的高度遊戲性 也讓《泰武繪卷》被許多玩家 欲為是真正會呼吸的江湖 除了那比八點檔還要刺激的殺和樂趣之外 本作在武俠相關的系統上也毫不馬虎 想要成為一個大俠 不只是需要研讀各種斷章缺頁的武功秘籍 逐步提升自己對門派武功的相關造詣 還需要閉關修煉 讓自己突破武學修為的瓶頸 並且注意不要走火入魔 就連各種招式都分成了陣戀和逆戀 又或是真傳和手抄本之分 再加上武學分類、屬性、資質、內外商 各種毒素和內力點數等眾多細節 遊戲的自由度和變化性相較於目前許多武俠作品 都堪稱是壓倒性的勝出 而遊戲另一方面的經營要素 豐富程度也絲毫不遜色 玩家不只是要注意個人的人際關係 同時也要經營一整個泰吳村 像是要蓋上琴棋、書畫等學習技藝的建築 還需要建立異戰或是幾等建築來賺取銀錢 又或者是要想辦法招募更多的村民 來當作勞動力 並人盡其財地善用他們所償 不論是武學還是經營部分 幾乎都沒有積勒的系統 這也讓玩家們費期望時 熱情的鑽研遊戲中的各種相關機制 就像昆特牌之魚巫十三 泰吳繪卷中同樣有一個重要的附體驗 鬥曲曲 曲曲或稱促之 是蟋蟀的古稱 遊戲中玩家可以在某些時節 藉由奇遇來捕獲曲曲 並用這些曲曲來與他人對戰 雖然這和主要系統幾乎毫無關聯 但卻因為製作組巨細米遺的設計 而讓玩家們驚嘆不已 不只是有著專屬的小遊戲 甚至還有來自古籍、促之金的詳盡設定 每支曲曲八十張以上的動畫格數等等 甚至遊戲中還安排了一個懷胎三年後 生下曲曲王這樣離奇有趣的事件 這份對曲曲的異常執著也感染了玩家 並讓大家對此樂此不疲 雖然泰無匯卷的系統設計相當出色 但不論從哪個方面來看 遊戲目前的完成度並不高 首先是本作基本上沒有主線劇情 嚴重缺乏曲曲以外的美術資源 人物的對話缺少變化 介面和功能設計的操作不完善等等 都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而且遊戲系統功能雖然健全 但卻缺乏足夠的指引和教學 新手必須靠不斷的嘗試和猜測 來摸索系統的用意 相當的不方便 泰無匯卷誕生的背後 有一點令人嘖嘖稱奇 就是身兼城市工作的製作人茄子 本身並不是專業的城市人員 是因為原本唯一的城市設計跑了 才應世界下這項工作的城市新手 所以遊戲的城市架構相當鬆散 並且運用了大量的EVE 判斷 和回圈來塗髮煉綱 導致遊戲隨著運作時間拉長 讀取速度也會越來越慢 不過除此之外 玩家玩起來並不至於過度影響遊戲的體驗 這樣的故事更增添了這款作品的傳奇性 只是未來遊戲如果要更新或是增加內容 想要維持正常的運作 製作團隊可得要再花不少苦工才行 儘管達到了製作人口中 開放世界武俠模擬器的豐富內容 但相對的 一系列複雜系統所帶來的代價 就是遊戲節奏變得非常非常的緩慢 不論是戰鬥 閱讀書籍 奇遇探索 還是養成好感度 這所有遊戲過程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進行 玩家往往玩了兩三個小時 可能也只養成了兩三名NPC的好感度 或是只學到了幾門功法 遊戲進行速度之緩慢 可能連文明帝國都要甘拜下風 對於習慣快節奏遊戲的玩家來說 可能就不是你的菜了 總結來說 泰無匯卷的缺點幾乎都與目前還在搶先體驗階段 研發團隊只有寥寥幾人有關 但以羅舟工作室的規模 能夠打造出這樣驚人的沙盒樂趣 和博大精深的系統設計 還是相當令人驚奇 不論是從遊戲體驗或是從話題性來看 泰無匯卷都稱得上是9 月最令人驚艷的獨立遊戲 如果你是武俠或是養成遊戲的愛好者的話 那麼泰無匯卷絕對值得你一試喔 你這兒丫頭 竟會給義父添亂 今天沒興趣了 改天再說吧